是你的步伐 经历了我们的追寻 是你的梦想 又到了我们 我并不想流浪专辑 从筹备到录制完成 前后费时两年 运用六种语言 集结来自越南、印尼、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新移民姐妹 与新移民第二代 在台湾志工与音乐人的协助下 一同参与专辑创作并亲自演唱 三号专辑发表会上 包括金钟奖得主阮安祖 越南的纪录片导演阮金红都到场立听 整张专辑都是新移民十几二十年来在台湾的新生 也是一段充满眼泪的旅程 离乡扎根说的是刚离开所爱的家乡 来到他乡却找不到身份证明 漂泊在陌生的国界 请答应我孩子 谈移民姐妹对孩子的期望 盼他们在不被歧视的环境下快乐成长 妈妈早安 何征 描述因为政府不友善的政策 让他们与孩子被迫分离 以及为自己权益奋战的心情 这些都是移民姐妹们 希望能传达给台湾社会了解 参与专辑演出的柬埔寨姐妹李佩香说 算是一个把整个移民这个生命历程 从刚到跟后来 或者是从四乡到在这边的融入 跟想要不只是融入想要扎根的这些历程 希望能够呈现出来 南洋台湾姐妹李氏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教授夏小娟表示 过去移民比较常谈思乡 但我并不想流浪专辑谈的是扎根 只是因为政府很多政策还不够友善 让他们被迫有流浪的感受 但最终就如同专辑中 姐妹的梦想这首歌所唱的 台湾是移民的社会 移民姐妹们的梦想 其实就是台湾真正的未来 值得大家重视 中国电台记者张昭伦 台北三伯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